这是2019年谢贤在金像奖上出场的画面 当谢贤以一身白色的西服亮相时 时间台下所有大大小小的导演和演员们纷纷起身鼓掌 一时间场面非常的红美壮观 同时谢贤也在这一届金像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的荣誉 那么问题来了 谢贤在巅峰时期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呢 1955年年仅19岁的谢贤就已经成为了光益公司的头牌小生 之后他更是风靡了整个60年代 当年他不仅是香港的第一代男神 就连他的片酬也是最高的 据说他一部戏的片酬甚至可以买下一整座楼 不仅如此 当年就算是火爆全球的李小龙也只能站在旁边 成龙也曾说过 如果谢贤在巅峰时期遇到车祸死了 那么他一定是个传奇 纵观谢贤的一生 虽然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但也丝毫影响不了他在圈内的地位 好帅啊 好帅啊